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去了解更多的法 比如现在的掩饰、耳饰等等 这件事情有用吗? 非常有用 非常有用 听到这些细节是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对当下的实相能够有更清晰的了解 了解会产生那些以前有的贪嗔痴 因为了解 所以以前的贪嗔痴就会越来越少 我们了解法建立智慧的目的是为了减少贪嗔痴吗 是为了了解无我的真相 为什么可以帮助产生那些真相 为什么可以帮助了解无我还有真相 因为在了解的过程中可以体验到那些生起灭去的法 都是在因缘条件下来的然后就走了 并没有什么可以去控制他们 因为开始理解的实相是发生的 所以是不是我们开始逐渐去知道法是有因缘条件的这个特色 是的 所以如果没有一个一个去了解各个不同的法 我们有可能去知道它是无我的吗 根本就没有可能 我们只会不断地陷在世间的概念里面 所以我们会不会被吸引到的概念里面 所以我们能够听听和声音 比较为联络的联络的联络的联络 是一种更贵重的 更贵重的 更贵重的 一种联络的联络的联络的联络 更贵重的联络的联络的联络 有没有觉知到哪一个比另外一个更有用 就是不同的法 你觉知的时候 我们谈言诗而诗 你刚刚谈谈诚 你觉知到这些不同的法 有没有因为觉知A会比觉知B更好 那没有 因为这也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 也不能去选择 当我们要学得了解诸法无我的时候 表示现在我们把他都当成是我了 所以我们也是学得了解一个一个 如果没有 他没有成为觉知的对象 我们一定会把他当成是我 这样子的了解的累积 才能够逐渐根除邪见 如果只是刻意 如果只是比较关心去觉知贪爱称恨这些不善的污染 而不是说所有的法都可以去了解 其实这背后还是有一个我在 了解佛法 研读佛法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最好的方式 我觉得首先是应该听 有智慧的人先去听他们讲给我们 然后去 我们去认真的去理解 然后呢 在理解的时候 在生活中去体验 去经验吧 这是我们刚刚之前讨论的 这样是开始识会 对 没错 这是开始识会 既然诸法无偶都不受控制 我们可以去安排让自己听到有用的佛法吗 肯定是安排不了的 现在我们不能够认识 对 它发生在状态上 对 听到是因缘条件 是的 如果我们只是重新的语言 我们只是听到的语言 或者只是学习的语言 在书中 记录它们 学习的名字 和详细 是这个语言 是这个训练的语言 是这个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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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只是从别人那里听到 佛陀说了什么 我们从书上读到 这样就算识会了吗 不是 所以 WISE CONSIDERING 不是只是重新的语言 或者学习某些法律的语言 或者记录一些语言 或者记录一些语言 在书中 它必须是 就必须在最初的语言 所以 所以 只是 别人的画质 去重复一些话 不是识会的 好 要去思考 所以 识会一定要跟现在是有关系的 现在有耳式 有声音被听到 他们就是一个机会被了解 所以 研读 读佛法的时候 这个研读跟我们传统上的研读学问 是不一样的 不是只是做的很漂亮的笔记 什么什么 把它背起来 而是现在 有没有智慧跟觉知 了解现在的实相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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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